数百名死囚在刑场画下人生据点 几身枪响后一切就能归于平静 如果枪打到人 人没有死完的话人会很痛苦 一名女死囚执行枪决时 法警长从她的背后开枪 却没有一枪毙命 那个女生竟然大叫 马上在地上就开始爬 一般受刑人约莫两枪就伏法了 但是法警连打了三枪 吴兴华不仅没死还不断哀嚎 深夜里的枪响划破夜空 台北看守所的夜里 每逢执行枪决的夜晚 气氛格外诡诀 所以你会感觉那种气氛 就让人家不寒而栗 而且你如果走到那边 你会想到说这个地方 专门在执行死囚的地方 那当然气氛不大好 数百名死囚在刑场画下人生据点 但早期执行枪决时 并没有施打麻药 执行死刑并不像现今一样 几身枪响后一切就能归于平静 等到立庭完毕的时候 他单身也知道他必须要执行 他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刻 哪一分钟被打 所以当他吃完饭 要外行山走的时候 他以为会要站到跪道的时候 其实已经就倒了 猝不及防 苗竹子死囚直接就开枪 但并不是每一枪都能打得这么准 那时候因为没有注射麻药 如果枪打到人 人没有死完的话 人会很痛苦 我开了 堕了无垂了 然后那个人就一直哀叫 我大概是趕着去刺 他就一直挣扎 1974年12月 一名女死囚执行枪决时 法警长从她的背后开枪 却没有一枪毙命 接下来的画面 让所有当时参与枪决的人 都永生难忘 那个女生进来大叫 马上在地上就开始爬 以前那个杀队上还有一些草皮 抓着那个草皮 劈头散把 那个时候法警进来追上去 在开第二枪的时候 因为他在动 当然是没打到 抢过那个枪过来 就赶快对着他 就怕这样的执行方式不够人道 近年来执行枪决时 都会先替死刑犯施打麻醉药剂 让死囚先昏睡后 最后这段路才不会走得这么艰辛 但是也有例外 并不是每一个死球 在打完麻醉之后 都能够顺利完成枪决 吴兴华强盗集团 从1982年起 陆续在新竹地区 犯下许多随机杀人案 包括了湖口双绍兵命案 还有许多闯空门强盗杀人 跟车行灭门血案 短短几年间 至少14人被害 杀人如麻的吴兴华 被判处了10个死刑 创下司法史上的记录 1988年 吴兴华踏上刑场 但是我们向台北看守所查证 所方的回复 那一年吴兴华执行枪决时 的确有施打麻醉药剂 但是无论有施打 把警第一枪打下去 就发现状况不对 执行当中除了打麻药以外 一个年轻发警先开第一枪 那这位收容人 一枪开下去之后 当场有哀嚎惨叫声 年轻发警这个时候 有一点被吓到 所以他又开不下去第二枪 后面那一位老发警 资争发警 就上前给他扑一枪 一般受刑人 约莫两枪就扶法了 但是发警连打了三枪 吴兴华不仅没死 还不断哀嚎 那个时候旁边的法医才赶快跑过去 拿听筒一听 没有心疗这个人怎么还一直在动 后来那个听筒往旁边移移才发现 吴兴华心脏偏右 所以你打左边真的打不死 所以那个时候赶快把警拿起来之后 对着那个地心的位置 双双两枪之后 吴兴华才过去 就因为心脏的位置与一般人不同 吴兴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断了气 但是有些死刑犯为了赎罪 除了诚心忏悔外 更希望在死后能够捐赠器官 毕竟他们在世时作恶多端 希望能够借此消除业障 也为社会有意思贡献 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医学界 那时候一直在呼吁捐赠器官 医学团体就把脑筋动到死球身上 因为那时候死球不少 所以那时候法务部他也接受了 就在监狱里面就推广说 死球你要捐赠器官 为你这一生的罪孽 做最后的一些补偿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死球在执行相绝之前 他也同意啊 器官捐赠 1991年3月 因为强盗杀人案被判死刑的黄家庆 伏法之前留下了遗书 希望弃捐回馈社会 死球如果要捐赠器官的话 他不能直接打心脏 所以他打脑干 打这个从脖子右后方这边打进去 把这个脑干浑水让你脑死 枪解死球的时候 事先一定要先看死球那个人的瞳孔 看他瞳孔到底在活着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因为有的瞳孔是有阶线的 他死了跟他活着的时候 有扩大迹象的话 你就说他死了嘛 老死了嘛 不然你灯光一张他一定就收起来 他不然没有收而且还扩大 就知道死了嘛 所以不会难判断 有经验的老法医都知道 要利用瞳孔来判断死球是否已经死亡 比较不会失准 你不要以为去摸那个墨脖 去做什么特殊的压颈部有什么感觉 那个都不对的 温度不可能 因为他干死温度是一样的 却没想到这一次的枪诀 一枪打进去 这个黄家庆那时候也是打了脑干之后 就把它送到龙肿 因为他要捐赠器官 就会受伤指使用 送到龙肿的时候 那个外头部的医生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他在救护车上面 他的生命迹象就恢复 就慢慢地一直在增强 送到医院的时候那医生一看 哇 这个已经不是脑死啊 而且那个脑死不是说 指数是3吗 他那个时候已经恢复到4 5这样 而且那个状况有渐渐好起来的感觉 医生当然基于医学伦理啊 你这个人没有脑死 我当然不能够强摘你的器官嘛 一度被判死的黄家庆到医院之后 甚至还恢复了自主呼吸 他还活着 这样的状况之下 手术怎么还能够继续进行 以前常常传说说 怎么开三枪没死 就没有死去 没有这回事 最高纪录曾经有开过7 8枪 你不死再拼命开 开到死为止 所以这个黄家庆怎么办 医生不敢摘除他的器官 就叫北索再把它载回去 那北索真的又拍出来 又把它载回去北索再补一枪啊 再补了一枪之后 不敢再走 就在那边等观察 法医也在现场说 确定脑死 难道他没有恢复的迹象 这一直来来回回折腾 已经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器官根本就不能用了 同一个死囚两次枪决 这种状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纵使索方再将已经确定 死亡的黄家庆送回医院 但是为时已晚 黄家庆想要遗爱人间的心愿 也难以达成 但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死囚弃绢引起了不小争议 器官捐赠时间分秒必争 只差一分钟就可能让器官受损移植失败 但是送到医院的死囚 若是又恢复生命迹象 身为医生器官该不该取 人该不该救 每一个环节都在挑战 医生救人的天职 而荣总自从黄家庆的弃绢案之后 就不再接手任何死囚弃绢 法务这几年就没有再继续推广说要 见证器官了 因为这中间的争议真的很大 你如果像这个黄家庆 他当时开了枪之后 在北索认为他已经脑死 可是送到荣总的时候 他的生命之血 他的生命力很强盛 很旺盛 他还不想死 因为你这等于活人活灾器官 这是非常大的争议